你相信人死后可以复生吗 在四川的一个小村子里 一个女子在清明节后卧床不起 之后更是莫名其妙的死亡 然而在下葬的前一天 女子竟然离奇的复活了 并从棺材当中静止爬了出来 众人见到这一幕 纷纷是吓得瘫坐在地上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女子到底是人还是鬼 感兴趣的朋友们 咱们接着往下看 说起这个死而复生 大多数人们心中的想象 毕竟让一个人死而复生 就好比是让他将吃进肚中的饭 再完完整整的吐出来 不需要思考 大家都知道 这根本就是不咔的事情 可是在四川省南充市 一龙县铁门坎村 还真就有人离奇的死而复生 这名女子呢 名叫张志发 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 可在她33岁的时候 忽然因为意外 不幸去世了 得知妻子去世的消息 丈夫的心情是十分的悲痛 可她明白 人死不能复生 即便自己再难过 也只能是接受现实 于是 她和家人商量好 妻子葬礼的相关事宜 就这样 妻子的遗体 在家中放置了四天 就在准备下葬的前一晚 妻子的弟弟 提出想看一看姐姐的遗体 张志发的丈夫 便答应了下来 随后两人一同来到了棺材前 并合力将棺材盖打开了 当时妻子的弟弟 想看看姐姐穿了多少衣服 就在这时 她看到姐姐的手 好像动了下 这可把她吓坏了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令人惊悚的一幕 再次发生 只见原本躺在棺材里 没有生命迹象的张志发 突然伸出了自己的一只手 接着 他们便看到张志发 竟然从棺材中爬了出来 当时 恰好是晚上 屋内的光线又十分的昏暗 这一幕 将两人是直接吓呆了 随后还是张志发的丈夫 先反应过来 他随后将妻子抱了出去 原本今晚两家人 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可下一秒 他们却看见张志发活了过来 大家都被这一幕 吓得是说不出话 丈夫对妻子的复活 也感到十分的诡异 自己的妻子 都已经去世了四天了 这几天 没有喝水 也没有吃一点东西 再看眼前的妻子 丈夫更是吓得不惊 一时之间 不知道妻子是人还是不惊 四川女子死后 四天离其复活 乍失魂魂引起诸多猜想 他究竟什么特异功能 当时 众人都被死而复生的张志发吓坏了 还是一同帮忙的村长 最先反应过来 在确认张志发 真的活过来之后 急忙联系了救护车 对其救治 这也得以让死而复生的张志发 彻底活了过来 之后 他回到家中 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甚至还能下地干活 村中人看着这个死而复生的女人 不免内心有些复杂 一个死人 究竟是怎么复生的呢 有这样想法的 除了村中的人 还有自幼和张志发关系较好的弟弟 他根本不信什么死而复生 他觉得姐姐根本就没有死 如果不是自己及时发现 姐姐很有可能被人活埋了 对此 他对姐夫一家是怨恨不已 认为他们是故意杀人 可张志发的丈夫 在听后 却是一脸的委屈 因为这件事从头到尾 他也并不清楚 当初 由于家中的经济负担较重 张志发的丈夫魏仲青 便来到新疆打工 一年还不回一次家 对于妻子死亡的原因 他也说不清楚 当初 他一直打不通家里的电话 便让自己的哥哥 前去看看 发现张志发腹痛 难以下床 之后虽然也去医院进行了检查 可是张志发还是没能挺过去 甚至等到魏仲青赶回家中 也没能见到妻子的最后一面 魏仲青表示 当时自己不是不想见妻子 可是按照村中的规矩 自己根本没办法看 尽管魏仲青无法证明妻子的死亡 可当初帮忙的村中老者 却一口咬定 他们是亲眼见到张志发去世的 当时村中的老人等了许久 张志发都没有活着的迹象 甚至身体开始变得越来越冷 村中的长者叹了他的气息 发现张志发已经是没有了呼吸 为了确认他是否真的没有呼吸 村中人点着打火机 放在张志发鼻子前 发现并没有火苗吹动的痕迹 在这几位老人看来 张志发这样很明显就是已经死了 为了以防万一呢 两家人还在一起确认之后 才同意为张志发举行葬礼 看着张志发的身体 没有一点动静 这才确定 他是的的确确活不过来了 四川女子死后四天 离其复活 从关中爬出 惊呆众人 世上真有死而复生的人吗 明明是自己亲眼看着 没了气息可没想到四天后又活了过来 一时之间张志发离其复活的事情 成了村中人热议的话题 大家都认为张志发可能在去世之后 又去阴间走了一趟 当地人俗称走阴 在他们看来 人去世之后不会立刻离开 而是会先到阴间走一趟 那么张志发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呢 记者在与张志发的交谈当中 并没有任何有用的收获 因为张志发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 平时连朋友都没有 为人内向几乎不说话 看着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妇女 显然在她的身上也不可能有什么特异功能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死而复生呢 随后记者联想到张志发的死因 便向同村的人了解情况 据说张志发去世的前几天刚好是清明节 村中都有清明前去祖坟烧纸的习族 张志发的丈夫又不在家 自己只能是独自前往 由于路途遥远 张志发直到天黑才开始往家赶 原本张志发胆子就小 此刻他在这荒芜人烟的地方更害怕了 就在这个时恐怖的一幕发生了 张志发走着走着 突然感觉背后有人拍了自己一下 吓得他是拔腿就跑 自从那之后 他就卧床不起腹痛难忍 之后便没了生命体征 看来要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还得去医院寻找答案 于是在丈夫的陪同下 张志发来到了医院 医生在得知张志发的情况之后 认为当初张志发根本就没有死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 验证一个人死亡的办法有两种 一种是脑死亡 一种是心脏停止跳动 仅凭没有呼吸的说法是不科学 医生认为 张志发很可能是由于受到了惊吓 随后进入了假死状态 让人们误以为他已经死亡了 这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 对此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